川普总统他最近表示如果有需要的话 美国已经准备好对所有从中国进口的价值5000亿美元的商品征收关税 那么他并且宣布一个12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项目 帮助因关税战而遭受损失的美国农民 那么与此同时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罗最近点名习近平 直指习近平是美中贸易谈判达成协议的最大的障碍 那么美国中情局高官柯林斯也在公开的场合 批评习近平宣扬的东西对美国形成了新的冷战 那么川普还不断为贸易战来加码 那么中国方面是如何应对呢 美国政府的高官公开点名谈习近平 那么有没有不同寻常之处呢 我们主要是讨论这几个问题 首先呢就是说 我想让这个在野博士的杨建立杨先生来谈 你看这个川普总统他近日表示呢 就是说准备对5000亿这个中国的商品征税 那么这段时期以来 就是这种就是双方 你来我往你加一马 我来一个不能说唇枪舌剑吧 也是有这个形成的这种 就是一来一往这种 一刀一枪的这种这个局面 那么川普先生要说 对中国商品增加这个增输这个5000亿的这个关税 那么作为你的观察 中国方面他们有没有什么就是可以这个再来来讨价还价的余地 或者只有这个批判的余地 对 现在我从表面上的信息来看 就像你刚才讲的 只有批判 强这个措辞强烈地进行反击 但是私下上呢 我们已经看到很多方面发生了很多的变化 包括习近平自己的这个地位 个人崇拜 也在降温 这些都和中美贸易战有很大的关系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在中国政府 在这一在这一段处理这个中美贸易战有很多的失误 他一开始轻视了川普的决心 没想到川普是决心要打这场贸易战 而且不断地升级 打到今天为止 我们看到中国能用的除了这个措辞强烈的批判以外 还有两个具体的措施 一个呢 就是针对川普的选民 机敏盘 就是农民 增加这个关税 使得这个农民农业产品进入中国更加困难 进行对这个川普进行打击 第二个呢 就是降低这个汇率 把人民币的汇率这个降低 来来这个帮助中国的贸易 这两个技术性的问题 我们可能一会儿有时间进行分析 但是呢 另外有一个信息 这是最近我陪一个上市公司的一个老板 他在中国有工厂 受到这个贸易战的影响 其拜访了一个 这个川普外交团队的一个成员 拜访了下 他透露中国已经明显的表示出来 私下表示出来 希望8月份解决问题 不这样打下去 8月份是什么关键点呢 8月要对2000亿的中国进入美国的产品进行听证 然后可能9月份就真正的实施这个提高这个关税 所以中国政府希望这个8月份能够真正的把贸易战降温 降温 是实际上我们现在看那个中国就是它内部的各种各样的报道 还是消息也好 包括今天我们给大家提到这个郑永年先生接受那个海外版 那个狭克岛那个那个专访 他也从这个整个这个中国的这个智囊们 就是共产党智囊们这些反馈来开说 这个基本上的调子在逐步的这个缓和往缓和方面走 你刚才提到美国方面 中国方面试图这个影响美国的农民 好像是让美国国内的一些 就是受到这个贸易战对影响的这一部分势力 你说弱势群体也好 然后他们能起来反过来给这个美国行政当局 给川普总统施下压力 然后你不要打这个这个贸易战 那么我们下面就是顺着这个思路 我想请这个纽约这个夏敏教授来来来谈一谈 你说现在我们就是美国方面的东西 我们已经看到听到很多了 那么从我们海外的角度来看 就是看看中国方面 就是我就是想让大家来谈一谈 刚才建立先生他也提到了 中国现在似乎过于自信和乐观 以至于这个川普不断升级以后 他们没有一些什么可以拿出来再和美国这个 针刀之相打的时候 对好多海外人来说就呈现了说习近平 刚才我们提到的习近平 好像他的智囊们也就是好像好多没有想到 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我们下面就要说你来谈一谈 就是你认为这个中方啊 咱不说这个习近平他自己 包括他的智囊刘鹤 包括什么王沪宁 包括他这个所有所有的 包括李克强总理 中方有多少个没有想到 对因为中方呢 我觉得他有几个了 至少是有前提性的 就是他的判断的有前提性的错误 第一个我认为他是过高的估计了自己的经济实力 同时的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市场的潜能 那么尤其他的市场呢 现在呢并不是一个面临着非常好的 一个就是经济的那个高速增长的这个周期的情况下 那么他过高的估计了自己的力量 第二我认为他低估了美国的实力 尤其低估了美国呢 在那个全球的高科技领域 他的领导地位 第三呢 我觉得他低估了美国呢 跟西方国家 他们的这个以经济 那个就是为那个扭带了 但是其实是以政治和军事联盟 为基礎的这种友谊关系 中国政府呢 觉得好像他如果插进去了 可以离异美国跟欧洲或者日本的关系了 其实在关键的时刻你会发现了 西方国家呢 都是联为一体 那么他们针对其他国家 对西方的在二战以后建立的这个霸权呢 他的挑战呢 其实西方国家是反应是非常快的 另外几个呢 就是说中国政府呢 我觉得他那个低估了一个就是贸易政策 给国内呢 带来的这种直接的政治影响 其实中国的贸易呢 其实反映了中国经济的问题 而且也给中国的老百姓的经济生活 尤其消费带来了许多的冲突 在这种情况下 当中国老百姓他的生活收入受到影响 而且中国老百姓看到在贸易战中 美国的那个川普总统 能够把中国的这个这个团体了 或者就是角色班子了 给打的这么一个就是头破血流了 那么中国的老百姓呢 有的是非常那个高兴的 那么这种就是幸灾乐祸的这种 而不是团结在党和国家周围了 那么这种呢 我觉得中国政府呢 那么也是非常吃惊的 那个现在从各方面情况来看 这个贸易战呢 是刚刚开始 好像也没有马上就结束了 这个地下 但是好像也没有就是 愈演愈烈的这种这个趋势啊 那么我想接下来 我想这个让陈破工先生 你来谈一谈 谈什么呢 就是说现在呢 这一场贸易战打到这个份上 那么你不管是他开始也好 或者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 或者是越来越严重也好 那打到这个份上 你来分析谈谈你的观点 到底谁是这个 就是最大的受益方 比方说有人说 美国的消费者是最大受益方 举出了好多这个证据 还有人说中国的消费者 是最大受益方 那么有的人说是这个 美国政府受损是最大 川普受损是最大 有的人说中国方面受损是最大 就是我想看 就是从这个得失利弊这方面来看一看 到底哪一方面 我如果我们把它简单的分为 这个四个方面 美国消费者 中国消费者 美国当局 中国当局 行政当局 我指的是 那么 陈破工先生你来分析一下 你认为谁是最大的受益者 如果按照现在这个 速度也好 力度也好 范围也好 这种架势来打下去的话 美中贸易战 从开始一直到打下去 中国人民的利益 跟美国人民的利益 是一致的 中国人民的利益 跟美国政府的利益 也是一致的 那就是让中国政府 这个降低关税 取消非关税壁垒 然后这个 解决市场准入问题 扩大市场开放 这些会让价廉物美的 美国商品和其他国家的商品 那么中国人民就少受这种假疫苗 独来粉之困 那么就可以不用这个扰道去 什么买什么抗癌药 高价买抗癌药 不用当什么什么 进口了外国药 还说是卖假药 就像那个电影 我不是药神 所表现的一样 那么这个 说这个利益是招展作截 而美国消费者 我们看到 这个川普总统 对美国农民 做了一个补贴 120亿的紧急援助 并且说了一句话 说这个 中共方面 中国政府方面 非常的恶毒 他知道我非常尊重美国的农民 而他们对美国的农民下手 这就是我前段时间说的 中共在这场贸易战中 使用了乌龙战术 经济问题政治化 政治问题经济化 是对美国民主制度的进攻 因为这本来是经济和贸易问题 它却利用美国的民主 去进攻川普和共和党的票仓 试图在农业州 制造对川普的支持率的下降 但是现在川普在美国国内 支持率不减 反正这证明川普 目前保持一直是赢家 而中共内部却出现了高层的分歧 不仅思想分歧 而且路线斗争 而且是权力斗争 所以刚才我补充 刚才建立和夏明说的话 我补充一句 中国政府有几个没想到 不仅没想到川普 这个说话算数 没想到这个川普 会贸易战不断的升级 再一个没想到 川普能够形成国际联盟 还有最重要的没想到 他原来寄希望 美国国内发生分裂 因为美国的商界 这个消费者和这个国会 就会把川普反对拉回到原有的立场上 这他没有想到 最重要的是 中共政府没有想到 他内部出现了分歧 尤其高层出现了分歧 因为当时 《环球时报》代表习近平 做了一个暗示 说美中贸易战最大的优势 又是中国的制度 说全国人民会团结在共产党周围 而共产党会团结在党中央周围 党中央会团结在习近平周围 上下同行一起打赢这场贸易战 而美国会出现分歧 事实上恰恰相反 美国在这样的民主社会 民主大国出现了空前的团结 基本上是空前团结 以高增长率来表 高的支持率对川普来表征 而中国那边不仅民间分裂 反共的人民都支持打贸易战 而亲共的民众现在声音越来越小 而中国政府内部 自己特别的高层出现了 激烈的权力斗争路线斗争 所以最终习近平的权位 受到削弱威信大跌 其实我们大家都可以看到 大家都注意到 就是美国驻中国大使馆 它不是有个微博 然后最近一段以来的 就是在微博或者微信上 就跟贴的这些网民 几乎一编导的都是支持美国 这种现象也是 也是就是说 值得大家这个注意和深思吧 那么实际上你看 我们大家都 都可以回顾 就是从这一二十年以来 从比方说二三十年以来 从卡特到里根到克林顿 然后到布什 小布什 然后到奥巴马 然后再到川普总统 这一系列总统走来呢 其实这个对美国 对中国贸易顺差 是逐年再加大 但是没有一个美国总统来 就是说像川普总统 这样这个大和阔府 这样这个就是 说干就干 这样雷厉风情的 这么一个一个总统 那么直到这么 从几百亿美元 到几千亿美元 这个贸易顺差 一直到现在 这么成了一个 这么大的天使 只有川普总统在那 就是说 我要真刀真枪的 跟你们玩真格的 以前都是 大家都是说一说而已 有的甚至人家 都说都不太说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回到今天的问题 就是白宫里有一个 经济顾问 他叫库德洛 那么他在一个 什么场合上 他就直接点名 就批评习近平 说是这种贸易谈判 本来就可以解决问题 但是实际上 有一个最大的障碍 那就是中国的这个领袖 习近平先生 他本身 那么建立 你来谈谈这个 库德洛的这个说法 有没有一定道理 或者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库德洛只不过 揭露了一个现实 一个事实而已 因为这个 习近平现在 逐渐的定义一尊 权力在握 搞个人崇拜 搞到这种程度 全国人民 要看中央 党看党中央 党中央听习近平一个人的 那当然 像中美贸易 这样的决策 肯定是习近平 一锤定音 用他们的话 叫一锤定音 我们这个 对于这个贸易谈判的细节 知道的不多 但是可以猜想 像刘鹤这样的经济官僚 他更多的是考虑经济的规律 考虑中国的经济现实 希望和美国的谈判中 能够达成一个符合现实的一些协议 但是这个习近平呢 他是把经济问题政治化 刚才破空已经提到了 他考虑的问题不是经济问题 是政治问题 他的政治问题 首先是自己的个人的权利问题 就是说我作为一个伟大领袖 我不能服软 在人民面前不能服软 在世界人民面前也不能服软 这是他个人的政治正确 他要做伟大领袖 这是他的自然逻辑结果 所以他不能服软 第二个 他上台以后 他是急剧的左转 我不是说政治上 经济上急剧的左转 国进民退 实际上对这个市场化 进行了很多的钳制 打击了这个私有企业 在这种过程中 如果是这个中美贸易要达成协议的话 他有一个深远的一个结果 就是你要改变经济结构 实际上和习近平的方向 正好是相反的 那习近平必须承认 他这六年来的执政 在经济上的政策是错误的 伟大领袖不能错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它是一个政治化的问题 所以呢 这个和美国达成协议的阻力 显然是习近平 这个美国的经济顾问 总统经济顾问 只不过把一个事实 给揭露出来而已 你看我们注意到 就是 这中国方面 当然习近平他是总管一切的 其实我们看到还有好多 就是在这个中美方面 他们应该起到一定的 特别是在经贸方面 他们应该起到一定的 这个作用和分量的人物 包括李克强 包括王岐山 包括甚至包括汪洋 汪洋曾经都来过美国 说过美国关系像这个夫妻 那么就是像这些 包括刘鹤在美国 刘鹤学的这些 这些学者和专家也好 或者现在高官也好 那么在这个 现在出了 就是双方就是交恶以来呢 就是在贸易战上 交恶以来 大家看到 王岐山的作用不见了 他也说他来 他也没有来 刘鹤好像 来了一次 好像也没有怎么成功 汪洋也不出来 李克强也不出来 然后完全这个 只懂这个只抓党务的 只抓政治的 政治是统帅是灵魂 只抓政治的习近平 来主管这个中美 这个这一切 那么接下来请请教夏明先生 你就是在这个 你认为这个就是中美这个关系 这种贸易关系也好 政治关系也好 这种关系出于 如果想把它趋于一种 和解的一个趋势 那么谁是一种 在里头提到一个 主导的一个地位和人物呢 就是我们用英文的话 谁play一个主要的一个rule呢 对 今天的中美的这个贸易战呢 其实呢很多呢 它是有政治基础的 因为中美的贸易 其实有结构性的顺差了 在过去呢 美国呢都能接受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中国呢作为来料加工的国家 那么它的许多的那个产品呢 那是中转的 它要从其他国家来进口进来 然后呢再增加它的附加值 然后再转口贸易呢 再出口给美国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呢跟中国的贸易的增长了 往往同时呢 也出现就是美国 比如说跟日本 跟韩国 或者跟东南亚 那个像新加坡这些国家呢 它的贸易的那个就是 市值呢也就会相应的减少 所以呢基本上的 客观的经济学家 如果来看 美国跟东亚国家的贸易的话呢 基本上处于一种 比较就是稳定的状态 那么它这里边呢 只是有个贸易转移 就从日本 比如说转移到美国 转移到中国 或者转到新加坡 或者转到台湾等等 那么但是今天呢 之所以美国把这个事情 做了这么大的文章 其实最主要就在于 中美的这个互信和互利的政治基础 那个破裂了 就像刚才那个库德罗 那么还有美国的就是 中央情报局这些官员 他们认为中美了 进入一种新冷战 而且不仅习近平在经济上 他出现就是这种倒退 而且在政治上呢 展现出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 而且对美国和对西方呢 有极大的这种就是敌意 而且他另外还有 在中共的这些 所谓的智囊的忽悠下 似乎还有在2020或者2025了 有个时间表 不仅要统一台湾 还要就是挑战美国霸权 成为世界的领袖国家 或者给世界的那个问题 提供中国的解决方案等等 那么这些东西呢 就让美国呢 就没办法接受 给中国的现成的这个贸易 和经济合作关系 所以我觉得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解决问题有两点 第一个就是说 中国的话呢 如果要真正的营造一种永久和平 他必须的跟美国 把这个政治互信呢 那么要给建立起来 而这个政治互信呢 其实就是一个根本的制度问题 所以中美贸易今天打的 那么是一种制度的碰撞 最后的结果 那么如果中国真正的要 有个长远的一个战略的思维的话呢 他就必须的改变自己的经济的一些体制 也就是说国家干预市场 干预经济 那么必须要得到一定的调整 另外的话就是在整个消费者 那么消费者作为市场的主权者 那么他的利益呢 那必须得到尊重 那么而消费者呢 同时又是选民 所以在政治上呢 那么选民的这个主权呢 也就是他的民主选举 他的言论自由呢 也必须得到尊重 只有中国 有了这么一种民主和自由的 共和制的这么一个体制 我相信才能跟美国建立户型 接下来是这个陈破空 陈先生你来来来谈 我想谈什么东西呢 就从上个世纪19 1990年代的末期 到2000年的这个初期 是中国那个加入世贸组织的那段时期 当时中国做出很多的承诺 比方说在这个外企进入 金融外国的金融进入 还有新闻进入等等 诸多的方面又达成了一种 就是说我们加入世贸组织以后 我允许你来进入 但是现在今天的好多人 就是批评中国 就是说你们没有承诺 你们当初加入世贸组织的一些 没有实现你们这个承诺 你们就放了空炮 就是导致今天这个 就是这种贸易战的 这个爆发 那么有一种人说 那很简单 如果中国这个按照当时的承诺 他现在继续这样做了 或者是中美贸易战开打之后 我现在就这么做了 那是不是就解决了 这个整个的这个问题了呢 陈博文 陈先生 是的 事情说起来 大爷说大爷也不大 说小也不小 事实上中国政府 只要履行入市承诺 只要回到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 问题就解决了 贸易战就避免了 因为川普说的很简单 就是自由和公平的贸易 其实不要说是外国怎么说 看看中国自己的网站 尽管今天呢 环球时报在声称 中国是一个发展的国家 在世界贸易组织 好像有一些例外原则 但是世界贸易组织 给了它足够的机会 20大家去查一查 2001年12月3号 中兴网内页 上面写的中国入市承诺表 这个承诺表 现在还摆在那里 白纸黑纸 谁都查得到 只要把那个承诺表拿来兑现 中美贸易战就完全避免了 这个承诺表上面写的什么呢 有的是一年 有的是两年 有的是三年 有的是四年 最长是六年 也就是到2007年 就2001年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做出了一系列的承诺 包括第一年干嘛 第三年要开放什么市场 第五年开放了以上 第六年全部开放 包括这个电影 建筑业等等 还有市场准入 外国独资 全部都在上面 历历在目 这是中国自己的 中共自己的网站 自己的白纸黑字 那么你只要兑现了 今天的贸易战可以避免 所以说到这个贸易战的三波 其实中国政府的态度 在发生变化 第一波当川普打出500亿的时候 中共那边是抓狂 组织了大批的 大报大字报批判文章 猛批这个川普政府 甚至说是川普政府 特朗普政府 是一群流氓 就是这个流氓 给人家君子贴上个标签 叫流氓 真流氓 给人家君子贴上标签 然后这是第一波 就是叫跳脚抓狂 甚至习近平被打得满地 早上还说引牙还牙 第二波 当这个川普提出2000亿美元 这个准备清单的时候 中国那边媒体表示 震惊中国官方 那震惊的潜台词就是没想到 那么第三波 当川普提出5000美元 全部征税的时候 中国的官媒沉默了 转向沉默 转向低调 而且改了很多词汇 把贸易战 不熟贸易战说成贸易摩擦 把这个 而且习近平现在 南非发表言论说 贸易战没有赢家 一时不愿意打贸易战 准备给自己找台阶下 也就是说打下去 他手上承认自己是输家 至于他说美国是不是输家 那要看现实 他自己已经承认是输家 他没有赢家 就承认他自己是输家 那么也就是说 可能在为8月底 2000亿美元到了之前 做一个下台阶 所以这个再加上 党内的权力斗争 这个习近平28号下飞机之后 还不再面对一个什么局面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习近平可是内外交困 外面是中美关系处理不散 而且刚才你们提到点名的事情 那待会再讲吧 好 谢谢陈博文 陈先生 现在我有好几个听众 观众他们写进了一些评论 我想念一下 第一个叫离获不采 他说除了批判 中共还是有很多阴险的招数 比如找美国在华企业的麻烦 对美国进口产品 设置通关的障碍 人民币贬值等等 刚才建立提到了 但是最多这些 只能够恶心美国一下 那么还有第二个网友 他叫吴鹏 他说川普的大招就是全球 零关税贸易 这就是和欧盟的这种 这才是贸易战的终极版本 零关税是中共无法跟上的牌 因为中共就增值税 是它的产品的生产环节 这样在中共统治区 生产的产品价格没有竞争力 这是网友吴鹏的 还有一位叫猫鹰 他说川普的梦 是让美国再次伟大 美国再次伟大的目的 不是扩张侵略 而是建立更加公平公正 自由民主法治的全新的世界 那么这是这个 我在市面再念一个 就是有一个叫明东的一个网友 他说贸易战习近平只有两个选择 一是放弃中共对经济的绝对的掌控 实行市场经济 然后对接世界贸易体系 第二是走闭关锁国的老路 被世界贸易体系踢出来 第一种对中国人民有利 第二种对中共的集权统治有利 长期以往就会变成朝鲜那种国家 还有一个叫玉玺的网友 他说中共就是看世界贸易组织 这种国际组织没有执行力 丝毫没有履行 世界贸易组织承诺的意思 于是日欧美欧美日这些经济体 纷纷地达成了双边的协议 让世贸组织这种多边组织的作用 日益下滑 中共再也没有办法靠违反WTO承诺 来攫取利益 这是这几个网友的评论 那么下面我想请建立先生 你来谈一谈这些网友评论 这些网友和观众的评论 是不是就是按照整个美中贸易战的走势和趋向 刚才你们三位嘉宾也都谈到了 而这些网友的评论你是如何来看 我觉得网友的评论都非常的准确 观察的非常敏锐 第一个中国的这个招数 刚才我们讲的一个是针对川普的选民 那这个川普已经有了反制措施 而且这个大豆的这个生产 这个粮食如果中国不买美国的 那他们买这个南美的 那么这个就会增加南美的价格 那这个很多人就会又会转到美国 过一段呢又会转回来 但是马上这个计时的结果 是农民会受到一些损失 这就是川普拿出120亿美元的援助方案 这样的解决的临时的问题 至少在中期选举之前 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降低这个人民币的汇率 这个降低人民币的汇率 是在什么背景下做的呢 就是每个人都想拿着人民币换美元 逃跑的情况下做的 而且最近呢 中国政府一直是限制资金的外流 在这种情况下 人民币一降 那更多的就要外逃 这个中国经济可能就要被抽垮了 所以这个策略也不好用 刚才有些朋友提到了 就是零关税的问题 实际上真正的贸易战 打到最后的结果 最好的结果就是零关税 这是自由贸易的根本理想 但是由于中国的这个经济状况 它呢 以及它的这个政治指导思想 它不能够放弃 它的这个国营企业的这一部分 所以如果进行零关税的话 它和美国的贸易 它就没办法进行下去了 而中国长期以来 依赖贸易 作为一个这个 这个经济发展的一个发动机 因为三架马车 由于这个这个这个消费 消费国内消费上不来 因为这个权贵对于民众进行盘剥 这个国内的这个消费的力啊 不能够培养起来 那么第二个就是投资 大量的投资带来很多的后制 这个恶果 现在大家都已经看到了 产能过剩 那现在还是要更长时间的依赖于外贸 如果这个零关税 在中国经济下滑的情况下 能不能经受这个东西 这个是一个大家拭目以 这个以待的 可以观察的一件事情 那另外很多朋友讲呢 从制度上根本的改变 但是这个是一个长期的事情 我想呢 中国如果真正的想在 八月份解决问题的话 可能首先像从数字上 先解决问题 我先这个降低一些关税 多买一些美国的东西 对一些产业减少补贴 然后在这个知识产权上 稍微加强点监管 稍微这个停止一些 或者缩小偷美国这个高科技的 这个操作的这个规模 那同时呢 也这个不要再强制技术转让 等等方面 做一些指标上的让步 然后再考虑 可能长期的应对策略 而习近平最近也提到了 自力更生 这人们想到了这个文革时期 闭门锁国的时期 也许啊 可能打着打着 习近平真的把国门给锁起来 那就真是非常可怕 但是我觉得走到那一步 也非常困难 是 要真正做到 闭关锁国 现在已经是不太容易了 也不是绝对做不到 那么有一个前提条件 就是这个首要的最高领导人 必须有那个 这个毛泽东的那种 杀拔决断那种 这个权威 毛泽东再世也做不到了 权威那种 那么回到这个 我想这个下面的 请那个夏明先生来谈一谈 就是说 我们前段 前几天刚发生了 有这么一个消息 就是说 说是脸书 在中国开了一个什么 一个一个什么 分布 分布公司 但是 如果真是要这样的话 那么这个 其实允许外国的 internet的这个 大公司进入中国 这也是这个 当时这个 对世贸承诺中的一部分 那么如果真是脸书 脸书是求之不得 一直想进入中国 进不去 如果真是在杭州 或者哪里 建立这么一个 分公司也好 分布也好 那么是 就好像是 还要对这个 对这个 世贸组织的这个承诺 要做出一些 兑现的一个行动 但是马上 这个新闻上来 还没有多长时间 马上就说 这是一个 这是这个 这个已经没有这么回事 已经把这个 脸书这个分布 已经把它这个 关掉了 或者是 就是没有这么回事 就是像杨建立先生刚才提到的 就是说 在某一方面 就是在刚才提到的那些方面 金融方面 知识产权方面 就是通讯方面 什么等等这些方面 做出一些让步 然后汽车 自治爱业方面 做出一些让步 那么是不是就是 能 能 尽快地解决问题 对这些有所帮助呢 但是我们现在 能不能看到这样方的迹象呢 下面教授 对这就是这次贸易战呢 其实它涉及的一个 政治的一个本质 因为我们知道了 其实贸易战 它的主要问题 不仅是商品的自由流动 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商品呢 都是以就是数码化的 以信息的方式来出现的 尤其是美国呢 作为服务行业呢 占了它的国民经济的 绝大多数 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信息的流动 那么就成为美国的 经济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内容 所以中国呢 它不仅是要那个赌 就是商品的自由流动 那么以关税的形式出现 同时呢 它要赌 就是信息的自由流动 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个 非常奇葩的现象 就是像谷歌 或者像面书 那么这些呢 是在中国呢 全是被禁的 那么中国人要出来了 就只有就是靠那个翻墙 而这里边呢 给中国呢 其实带来一个非常大的伤害 也就是说 中国的所有的人民 和所有的精英人物 和所有的决策者 他们其实每天呢 都在进行着 时时刻刻的各种决策 那么各种决策选择 其实需要有重要的一个 信息的一个条件 那么只有信息 全面的情况下呢 你才能进行准确的决策 所以今天呢 我们看到信息战 它的一个问题在于 中共的领导 它没有一个全方位的信息 所以它对美国进行误判 对中国的实力呢 也进行了就是误读 另外呢 就是中国的很多的精英 他们呢 在误读 就是误导 就是中国的领导人 而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中国的领导人 受到了忽悠 另外呢 就是非常悲哀的 就在于中国的 现在的许多的老百姓 他们呢 因为没有全面的信息 现在还表现得 非常的亢奋 不仅是要打持久战 似乎呢 好像要给美国呢 就是扛到底 而且就说 我们即使呢 就是说 打的就是最后呢 什么都不剩 我们愿意过苦日子 这些呢 都是一个信息 不健全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表现 所以我觉得 当然信息的自由流动 是自由 贸易自由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内容 下面呢 就是我想请破空先生 这个来谈谈这个问题 但在之前 我先念一念 这个有几个这个 观众听众写进来的 这个评论 他说 有一个叫桑薇恋 他说习近平的阅历 和知识结构 决定只能是一个 狂妄的无知的保守者 开打贸易战 都是习近平的 意气用事 鼓注一掷 他以为用金钱 可以摆平一切 颠倒现有的世界秩序 社会主义就是奴役 还有一个叫 沈小二的人说呢 升级贸易战 但是预料之中的事情 中国方面先不遵守贸易规则 不懂得平等与互惠互利 现在的这个贼喊 做得只能呵呵了 我想请陈鲍空先生 注意这个 这个评众的这个评论 他一个叫吕蒙先生 他说 这波贸易战 顶住了老美 中国未来是一马平川 顶不住老美 中国人的头上 就会多一座塔 那么掩饰不住的是 老美怕 怕中国的2025的实现 怕老美的地位 或落到老二的位置 这就是根本的原因 陈鲍空先生回应 这位吕蒙先生的 这种说法 最后这位观众的说法 就是这个中国网民比喻的 就是被人骗了 还要帮人数钞票 这位就是一个代表 这个被中国政府忽悠了 还在帮中国政府 拉喊助威 十一和团红卫兵思维 因为我说了 如果说中国去履行 入世承诺 回应美国的这个 自由公平公正的贸易需求的话 中国人民是最大的赢家 刚才这位观众应该看一看 假疫苗 毒奶粉 帝国有对中国人民的危害有多大 如果说你的孩子还没有吃上 没有打上假疫苗 没有吃上毒奶粉 我那就说你很侥幸 如果当你的孩子 服了毒奶粉成了大头鹰 打了假疫苗 出现了这个什么 紧急的症状 我想你绝对会收回你这句话 那么我相信这个 所谓这个世界贸易组织 它的一个基本规则就是 你的市场就是我的市场 我的市场就是你的市场 全世界是一个同一的市场 不能够去讲 这个什么国货 什么外国货 中国的国货是什么 中国的国货就是 中国的国营企业所生产的 就是被使命要保护的那些东西 那就是毒奶粉和假疫苗的这些化身 所以刚才这位观众讲的话 我觉得他应该去深挖一下 另外有的观众讲到 讲到习近平的本质 其实习近平的本质 不姓习 他姓梁 他如果姓习是习仲勋的儿子 有开明改放的事情 他没有 他姓梁 他是梁家活的儿子 他年轻时在梁家活的 待了七年 他就一辈子 以这个当时青年时候 停留在这个阴影和僵尸之下来治国 所以说到墨西哥讲这个 你们我们一不输出革命 二不输出饥饿 三不折腾你们 你们吃饱了撑的 这梁家活语言 土龙语言 现在他有梁家活思维来对付美国 所以看刚才提到美国 对习近平点名非同寻常 因为这个不仅是库德洛 点名习近平是中美经贸谈判的 最大障碍 这个美国中情局高官和联邦局长 点名习近平是新冷战的推手 而且川普在不久前说 这个朝鲜态度反复 是习近平在其中起消极的作用 他对此感到失望 这样的情况就是 美国政府对一个领导人点名 是非常罕见的 这本来是要留一手 第一就可能美国政府 已经知道中国高层发生了权力斗争 习近平权力不稳 美国及时表态 以加强反习势力的这个力量 另一个角度来说 就是美国政府 就是对习近平不耐烦了 直接向北京喊话 你们需要换人 习近平下台 所以美国政府的表态 是轻则 可以说是 危及习近平的权力和威信 重则可能促成了 北京高层权力重组 因为从江泽民 胡锦涛到习近平 历来有一种撤锋心态 除了党位地内 他对中美关系是重中之重 对外中美关系 对内经济增长 中美关系重中之重 他需要得到美国政府的一个撤锋 像习近平修宪连任之后 川普跟他那么好 拒绝祝贺 但是川普对普京当选祝贺了 因为普京毕竟是选票 也对蔡元英文祝贺了 不支持 对 第一次发出不支持习近平的信号 所以现在美国政府川普中 已经发出了抛弃习近平的信号 这对中国党内的权力斗争会构成影响